鄭安婷議員 多謝主席 尊敬的行政長官閣下 本澳土地資源短缺 難以滿足社會對住房及公共設施建設的需求 因此,新土地法生效以來 公眾一直期望政府收回限制土地 政府亦表示必定會依法處理臨時批給土地的土地問題 根據新土地法規定 收地的依據是成批人沒有完成對土地的開發利用 但過去由於城市規劃改變、世為保護、環境保護等原因 而導致成批人無法及時利用臨時批給土地而被收回 或者即將被收回 令不少包括澳門市民在內的合法投資者的資金付諸東流 長官曾表示上述原因為不可歸責成批人的情況 但法律僅規定在此等情況下 行政長官可延長土地利用期限 卻並不包括延長合同期限 請問長官閣下 對於法律沒有明確規定不可歸責的情況該如何認定 因不可歸責成批人的原因而導致批給期間被食其的情況 應如何處理 由該如何避免日後再有居民的投資因不可歸責的成批人的原因而延期發展 甚至被收回造成的損失 新土地法的立法目的在於政府能夠加強對土地的監管 確保土地有效利用 若陷入長期的訴訟又如何推動土地發展利用 及時滿足公眾所需 多謝 請行政長官閣下 多謝主席 多謝謝安庭議員的提問 按照現行的土地法規定 特區政府宣告批地失效並收回土地的情況 是有兩種的 一種是成批人在批地合同所規定的土地利用期內 未能夠完成利用 第二就是二十五年法定批租期戒滿 成批人尚未完成土地的利用 按照土地法的相關規定 如果成批人在批地合同所規定的土地利用期內 未能完成利用 且是有關原因可歸責於成批人 則因應具體情況及有關事件的嚴重性 特區政府可以宣告批地失效並收回土地 亦可對成批人處以罰款並批准新的利用期 但如果預期未能完成土地的利用 不可歸責於成批人 則應成批人的申請 行政長官可以批准終止或延長土地的利用期 如果當二十五年的批租期戒滿後 成批人尚未完成土地的利用 無論是否可歸責於成批人 按照現行的土地法 是規定有關土地批給將會失效 這一個觀點在去年的年底 廉政公署關於16幅 不被宣告批給失效土地的調查報告 以及近期法院有關土地批給失效的司法裁決 是明確表達了 特區政府已經多次明確表示 處理臨時批給到期的土地 是將會根據這個土地法的 對於具體與其未完成利用的批個案 特區政府將要以負責任的態度 我們是尊重事實實事求是地 分析到未能完成土地利用的責任 是歸屬的問題 這個重申我們必須要依照土地法 新的土地法律執行 但是如果是因為政府有責任而歸責於政府 我想政府也會很坦白承認 但是在司法程序過程之中 政府實在是沒有辦法控制時間要多久 因為它是獨立運作 只服從於法律 所以我們只能夠依法去處理 多謝主席 多謝長官